和新藏宝的活动 今天已经是倒数第二 明天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抓紧这一次的机会 今天也非常荣幸 而且我也非常开心 能够再次邀请到我们的一位老朋友 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我们的丹尼斯权大师 那么丹尼斯的大师 他的荣誉他的背景 我就不多介绍了 很多朋友也都是非常熟悉 而且他也是我们公司周一 或者是周四的培训访谈的 就是一个常客 那么丹尼斯老师 在我们丹尼斯的事业当中 有了快将近20年的时间 在这20年当中 他已经培养了我们美国市场 很多优秀的领导人 那么他对于新人启动 他对于伙伴当中 在事业当中遇到的种种的问题 他都有着非常独到的 非常专业的介绍和讲解 我们美国市场 很多很优秀的领导人 在他的这个事业过程当中 都有机会 曾经或多或少的 聆听过丹尼斯大师的演讲 或者是一对一的辅导 那么今天 大家就以用在留言区 加一的方式 或者送上你的爱心 或者送上你的鲜花的方式 来欢迎我们的丹尼斯大师 好不好 好的大师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准备开始我们今天的 这个精彩的访谈 好不好 大家也非常的期待 可以的 可以看到我 可以听到我声音吗 可以听到声音非常的清楚 好 谢谢 我要把视频打开来 可以看到 我的非常期待 确定 OK 好 先 我的视频怎么个样子 看不到我人 但是还看不到你的人 对 但是还看不到 就能看到 应该是 这应该是拉斯维加斯 应该是 这是我经常去的地方 但是为什么 怎么把我的人弄出来呢 哈哈哈哈 你的人弄出来 那你怎么藏起来的呢 那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藏起来的 我来看一下 我来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 点错了一个按钮 您的视频是开着的 您用的是不是一个虚拟的背景 或者你的光线的原因 所以绑住了你还是怎么回事 因为我上次 昨天就很好 前天就有这个问题 对 在雪泽摄影机那里 视讯 音频 分享画面 聊天 背景 过滤镜 我不要有背景好不好 对 ok好 我知道 我知道为什么没有了 ok 为什么 我也想学习学习 为什么没有 不是 是我 是我自己挡着 好的 自己挡着 好的 没问题了 精进病 真是的 好了 好的 非常感谢大师 这个 神龙见首不见尾 终于现在 先这样子 拜个晚年 我穿个红衣服 就是要大家 在新的营业 身体健康 安全 心想事成 而且友善的事业 步步高升 牛年 牛气冲天 ok 这个 真的是很高兴 在跟大家在空中见面 谢谢这个David的邀请 用客气 我们也非常开心 能够有机会 可以聆听您的这个 分享 那Denis穿了一件红的 那我就穿了一件 那我就自己临时命的名字 没有了 虽然玩了几个 但是 第一次见面 总要 按照老规矩 我们中国人的中国年 那我这个背景呢 我这个背景 要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背景 是当年参加 有三大二十五大之旅 我们在意大利 一个教堂里面 非常漂亮的一个教堂 在山顶上 我拍的 ok 这个 没什么大关系 但是我介绍一下 这也是感恩之旅 也就是这样 跟今天的主题有关系 因为今天我们是要跟着公司的脚步 公司怎么promote 我们怎么走 因为我们公司是合作伙伴 ok 我们出嘴巴 公司出实际的行动 负责付钱奖励 对不对 我们负负责行动 讲讲讲讲 有三大 天天讲 日日讲 年年讲 ok 讲到你 讲到你 自己就觉得烦为止 但是还是要讲 我经常讲 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像老式的 CD player 就是这个放唱片的 放在一个 那个就回放键 每次讲有三大好啊 华士博士的愿景啊 每次讲一模一样的 ok 好 那之后也开场白 谢谢 好的 谢谢Dennis大师啊 那我跟大家也介绍一下 我们家的背景 我的背景 我的背景呢 是一个真实的背景 就是我们家的这个书房 我们家书房后面 大家能看到 我们家两个孩子的照片 还有家里的一些摆设 然后呢 后面有开个玩笑 好的 大师呢 言归正传 我这边呢 想跟大家聊的第一个话题呢 想听听看这个Dennis的想法 就是去年呢 2020年和2021年 是我们很多人人生以来的第一次 可能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我希望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那么去年的这个疫情啊 那么给我们带来了 其实蛮大的影响 我不知道Dennis大师 就是在去年 整个2020 包括现在 你有一个什么样的观察 和一个什么样的体会 疫情对我们的生活 对我们的工作 对我们的事业 产生了方方面面的影响 关于这方面 你有没有什么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 实际上蛮多感慨的 去年这一年真的是 不管从大到整个地球 大到整个国家 小到我们小区 或者我们个人 都是经受了这个 新冠病毒肆虐的这个犀利 我回想起 以前我在2012年的时候 实际上我那个时候呢 也没有太多的这个 知识在网上的知识 所以也不知道定制办法 所以那个时候已经 有蛮多人已经在YouTube上面 或者哪里已经在用媒体 但是我是年纪比较大的 根本没有什么 想要去接触这一块 所以呢 我出了杂志 就是我们 我叫Dennis团队的专用杂志 我一共出了500 到第6版的时候 那是2012年 那时候已经开始改变了 开始已经有我们团队的伙伴 把这杂志把它变成电子版 就是不是纸版的 那时候是第一次我接触 原来网络媒体 但是我也没太在意 没有去 没有去学这一块 那这个 我第6版 我的封面 那个时候有一点点 骄傲一下 先见之明 我的封面的标题是什么 环境将改变你的一生 哎 果然到了去年了 哎呀 这个环境啊 改变多少人了 餐馆 关门 我们心中的最大的事业 那个在健康产业的 GNC Store 啊 在全美国几千家的 在墨里面的也倒闭 为什么 都被锁在家里嘛 没有客人嘛 实际上 对我们每一个在华人 在美国的哈 做小生意的也好 在公司上班的也好 都会被赶回家嘛 做小生意的也都根本做不下去 所以这个环境真的是 你没有想到会逼人逼到这种地步 但是我们真的很庆幸 我们选择了友商啊 所以经常以前人家讲啊 这个选择胜过机会 对机会千千万万种 那不一定适合你啊 但你选择对了一条 是你的 那你真的是终身受用 那我们很庆幸 包括我们团队很多的伙伴都很庆幸 我们在去年的一年当中 我们非但 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而且还在突飞猛进 还在 开始在网络上 在哪里就开始 讲生意 而且很多朋友的 而且非但没觉得恐惧 还觉得 这个生意突然开出出鲜花来 突然给出一个光明的前景 所以每个人都在窃喜 当时选择对了 这条路是对的 而且我们选择公司对了 对不对 选择产品对了 因为我经常跟大家讲 有这条路是厉害在哪里 因为我们的头是科学家啊 装扮人啊 而且是内行人啊 对不对 那个微生物学跟免疫学 那新冠病毒属于什么 微生物学啊 那对付新冠病毒的这个武器是什么 最厉害的每人自身的免疫力啊 我们的大老板就是这两个专业啊 那这样的公司 而且是要标准做的 难道我们不庆幸吗 所以我们就想啊 怎么样把这个阻力是 这个阻力是外面的环境是这样子 那我们怎么变成助理呢 把它转换为对我们的动力呢 所以像我刚刚讲的这种思维 这种想法跟行为模式 实际上就是在转换 所以我作为一个小领导人吧 在团队里面我也经常在讲这个模式 所以很多人也同意我的观点 那好吧 那我们一起来啊 那我们等于讲 我们以前不熟悉的这媒体 或者我甚至有点 有点反感 有点不同意 但是也被逼了走到这条路上来了 但是经过我们的摸索 经过慢慢的去学习跟练习 还竟然还真的做得还不错 所以这个真的很感恩 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 David 这是真的 好的 谢谢大师 去年我个人对于疫情的一些看法 我是觉得想用三个关键词吧 就是我觉得这场疫情提高了 人们对于免疫力的认识 重新定义了免疫力 那不仅是健康的免疫力 那我们知道在这个病毒面前 像刚才Denis大师说的 我们的创始人华斯博士 病毒是什么 病毒是微生物 克服微生物靠什么 除了疫苗之外 还要靠我们自己的免疫力 对不对 那么这个免疫力 让大家意识到了 微量元素对于 我们健康的免疫力的一个重要性 那么第二个 很多人开始意识到了 我们还有你财富的免疫力 对吧 还有你事业的免疫力 很多人在这个疫情当中 因为大环境 环境改变人 环境改变行业 那很多行业受到了冲击 那有三大大家庭 我们非常荣幸 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的事业 其实不仅没有往下滑 而且去年还有一个 接近两位数的一个增长 包括我们就是本土的美国的市场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好 对 Denis大师 我好奇问一下 您开始刚刚讲的是 在很多年以前 你开始做团队自己的杂志 那时候后来你发现 到06年左右 有人开始用电子版了 那在这个疫情期间的话呢 可能对于下一代的领导人 就是对于你下一代领导人来说 可能他们用一些网络 这些东西比较熟悉 你在这方面怎么样 你有没有什么心得 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子的 比如说 对啊 这是意外的收获 就被逼了嘛 杨白老嘛 对不对 就被逼了没办法 就想办法 穷着思变呢 因为我一向主张直销是 见面三分情 开口三分立 后面保留 开口三分立 见面三分情是没有办法了 被禁足嘛 对不对 划定为牢 每人都禁足在家里面 不管是政府的 你自己也怕 你怎么敢出去呢 对不对 所以呢就是讲这个 除非是没有办法 必要上班赚钱的 那是没有办法 到一般来说 尽量能够躲在家里面 好 那这样子的话 那反而有意外的收获 为什么 我接触到一批年轻人 而且我们自己也开始像年轻人了 虽然我们年纪大了 因为老实讲 我们团队里面 或者在 至少在美国做直销的很多 朋友 大多数都是 四十岁以上的 OK 或四十岁左右的 七零后 八零后 像我们说六零后 六零早 不是六零后 我们是吗 这种 所以以前 也没有办法 就是没有 没有去机会 跟年轻人结束 现在 就是因为上了网了以后呢 就进入年轻人世界 所以 也跟很多年轻人有了交流 也知道他们的文化 虽然有些还在保留跟测试当中 就是这样 但是呢 至少给我们机会 能够跟年轻人 因为我知道 因为现在新一代的年轻人 就是住在网上生活的 OK 他们习惯在网上生活 所以那我们 怎么把我们的事业 能够找到这一块 而且我们以前来说 对我们来说 像我们这种年龄的人 我们找的都是同年龄的人 基本上 你满能去跟新的这个年龄 年轻人有这个交流的机会 但通过这个平台 真的是 让我有意外的收获 而且让我真正开始熟悉 怎么使用媒体 那不管将来这个疫情怎么变化 或者变得更好 我们还可以回到以前 我们可以面对面讲 或者拍拼拎 但至少我们现在学了一个 多一个手段 而且多一个沟通的管道 这个事来讲 绝对是一个大好事 好的 非常感谢大师 我也听了以后 也非常的受 一方面是有一点小小的感动 第二方面 也受到一点小小的感悟 就是 Denis作为一个60后 在这个疫情期间 用他的话来说 就是被逼的 那么去尝试一些新的一些方法 去了解一些习惯于用网络的 这个人群的一些潜在的一些思维 和他们的文化 这个让我想起了 前段时间 我有的时候在家 做饭的时候 做家务的时候 我会戴着耳机 或去听一些访谈 前段时间听的一个访谈 是麦肯锡咨询 他们在全球范围内 调查80后 90后 甚至是00后的消费官的时候 其实他讲了很多 其中有一句话 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 其实有一句是什么 就是说这一代的人 他们是愿意 他们是更加的追求 这个价值 这个价值 而他们不是仅仅只是看价钱 如果他认为这个价格的话 他们是愿意多花钱的 这是我从这个 他当时麦根锡的这个咨询 他分得很细 把这个80后 90后 分成了这个北美地区的 亚洲地区的和这个南美地区的 因为文化都不一样 所以这些文章对于我来说 还是蛮有一些意思的 第二个呢 他第二个我点印象很深的 就是这个年龄段的人 80后尤其是90后 甚至是00后的人 他想知道 你所代表的这家公司 他的等同的价值是什么 对 就是你代表了什么 你代表了健康 你代表了这个community 还是你代表了这个 其他的一些东西 他如果他认可你的价值 他就是愿意那么跟随着你 好的 那么 那我想问一个 你刚刚讲的 引起我另外一个感想 因为原来洛杉矶 我们有一个翡翠董事 他原来是中国科学院的 这个研究员 也是当年是第四名考进去的 他在蛮早的时候 好像在三五年前 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 但是你知道吗 他说我认为将来阶级 是以吃什么品牌的保健品来划分 我那时候没有特别 但是我一个感触 好像没有特别 今天听到这个 David讲的这一番话 我觉得对 这就是罢柳 就今天就像女生背了一个爱马斯包包 对不对 人家一看 这个你的罢柳在那里 OK 所以这个 现在就越来越显得 这个东西的重要性 好的 大师这边你提到了 你在这个疫情期间 就是你被迫的 对吧 去做了一些转变 我想再问一下具体的 就是在整个疫情期间 你是如何带着你的团队 克服一些困难 继续前行的 因为从我在过去的这六个月 和美国市场广大伙伴的沟通当中 就是大家讲到困难的时候 其实都差不多 大家都有困难 因为像刚才在疫情面前 大家的困难 都有很多的相似点 那么但是解决方法 每个人尝试的就不一样 所以能不能跟大家 比较具体的讲一讲 在过去的半年的时间 或者过去的一年的时间当中 你是如何带着你的团队的 克服这些困难 继续往前走 好不好 哇 这题目很大 David 真的 我肯定讲到明天早上 尽量短一点 好的 你就讲到点 或者 不是 我给你开玩笑 开玩笑 这个事实上 我有一个优势了 就是讲 这个你没有办 可能很多人也没办法模仿 我的优势是什么呢 就对讲因为一路以来 我整个团队我一直在培训 这个没有断过 而且呢 好吧 就这样讲好了 也不要太骄傲 也不要太不骄傲 但是我想 我算是这个团队的老大吧 OK啊 所以因为有的是 某一个分支 或者某一个小团队 他们自己要去做 跟我同样的事情 是有一定的难度 但是你可以试着做 或者跟你上线配合起来一起做 所以下面我要介绍的 我在疫情当中 是怎么来经营的 所以我通常 我就把所有要 在团队里面跟我比较熟的 我说你们要做事业的 不管你在哪里 哪怕你已经是钻石 几心钻石 或者哪怕你是黄金董事 你们愿意参加培训的 在疫情当中 我都愿意 把大家放在一起来培训 就是你有这个动能的 OK 所以保持这个动能的 也需要学习的 然后把它放在一起 所以这个是我能 我能号召的 OK 那我们具体做了些什么呢 那David 可以分享一下我的screen吗 可以的 你应该可以分享你的screen OK 好 谢谢 OK 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从去年开始的 我们连着做的一些公益的讲座 我们叫云思伟漫谈 那也就是这个星期六 每个星期六呢 我们整个大团队下面 所有的人都可以带人来听 自己也可以来听 这个星期六晚上呢 然后星期二晚上呢 我们团队的就是在我那个 培训群里面的人 真正要做事业的人 我们来点评 或者讲评一些东西 所以呢 就是要这个 在我们团队里面 基本上就是 我在带的就是这两天 但是在群里面 每天都有在进行当中 而且是非常严格的 而且是做得非常细的 因为也拜托 有上了这个事业 真的是世界性的 我上了网络以后 才知道远无佛界 真的可以坐在个电脑上面 你可以跟 远在罗马尼亚的 远在这个新加坡的 远在印度尼西亚的 远在台湾的 远在美国的 中国的 也就全部可以在这个网上 一起培训 那这个力量是 真的是很厉害很厉害 所以我是有点 开始在开始办的时候 就觉得非常亚裔 就是要这个power 所以呢 这个你们看到的这个 这是第一季 我们去年开始的 就是每一个礼拜 每个礼拜六 都有团队的领导出来 培训 OK 都来讲 不是主要是讲 讲他们的故事 所以这是第一季的 所以每个礼拜一次 光光轮完这七次的话 已经一个半月了 OK 所以你们可以 你们可以看就是 当时你看 这是我讲的部分 这是Lucy 大家都知道吗 Lucy老师 讲的美容 带大家在网上 每一个步骤 这个怎么把这美容的步骤 跟大家一起演示出来 那比方说这个是 方方钻石董事 他带着团队 他讲他妈妈 作为一个妈妈 怎么来 在这个疫情期间 对不起 这个有点乱码 这个 比方说我们还请到 台湾的七星钻石 丙峰跟那个老师 丙峰的太太 王博士 然后呢 专门到我们这个 这个故事来 来演讲 OK 所以这个也是 就是网络的力量 可以远无佛界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 集合所有的 所有的这个团队的力量 你看 这个是Sofie老师 在纽约的 这是说出我们的故事 他带的是日本人团队 所以这个是日本的经销商 日本的团队的 来分享 他们的故事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第二季 OK 这个有点乱码 因为我刚刚临时编了 刚刚有点乱七八糟 OK 所以呢 这个是 我在讲的 就是讲这个 有商达的这个 产品有多神奇 有多非常 这个是已经是第二季 OK 第三季了 所以第三季呢 我们还请到了 这个 对不起 我放一些 这个杨娟老师 OK 我看到 公司David 请到杨娟老师的 讲课 我专门打电话给David 我说 可不可以请杨娟老师来帮我们讲课 OK 这一点乱码 不好意思 就杨娟老师到现在答应了 可能是David的面子吧 OK 不管怎么样 我们利用公司的这个平台 让澳大利亚的成长最快的新星 而且 真正在做团队的来分享她的心得 而且讲得非常精彩 然后呢 比方说 这第三季的 OK 创业路上有你有我 说出门的故事 这是洛西老师 就是这一轮的 OK 这一轮的 所以这是卢比老师 你看他讲 肥胖与健康 这是礼拜六的一个讲座 我们团队一直在经营的 OK 这一点乱码 不好意思 没关系 很好的 像这个也是方法 轮到这一季了 OK 所以包括拉斯菲加斯团队 最近清刚变成黄金董事 对不对 也是在这个情形下面 我们在网上做的 OK 好 那同时呢 礼拜二呢 我们又做一个新手必修课 这个是对我们要做事业的人 进来的时候 要经过的几个磨练 就是走天堂路 在台湾的讲天堂路 就是你要成为海军陆战队 你必须经过那些艰苦的训练 所以我们是这样排的 就是你第一步 就是这样 比方说 对了 我知道这是4比3的 我原来那个是6比9的 所以他会这样子 比如在你起步阶段呢 白金领航员意义是什么 登记自己账户 所以这些明白使用产品 可能产生的条理反应 尽快完成新手上路 并熟悉商德教育 所以这些每一个 实际上这每一个 都有一个黄金董事 也就讲云曼谈都是 钻石以上的 或者是翡翠以上的在培训 但是这个新手上路 我是特别让 就是 赢董 赢董跟黄金董事 OK 那个 钻石不能出来培训 就是让他们 下一代的这个领导人 能够有机会锻炼 所以他们 责任到位 OK 这第一部分是 路易斯在讲的 但是呢 像这个是在多米尼加的水晶 然后他就在讲 为什么要尽快制作木箱版 那故事非常动人 像在中国的林整芳老师 他也评论来讲 怎么掌握ABC法则 这都是每个人来认领一个题目 所以这个题目都是我 经过整理出来的 在网上培训 所以每一个领董跟黄金董事要出来选一个题目 来培训 所以这一轮实际上还没有结束 这些 我都参加培训 我们讲我们团队的文化是很重要 所以就是这样 这些呢都是我们在做的具体的事情 还有呢 就是讲呢 给大家看一下 David你可以看得到吗 哪一个部分 就是看到我的screen 现在可以看到 每一个人在我的事业培训群里面 不管你是哪里来的 不管你在哪个国家 只要我有布置功课必须做 所以做 我其中有一个题目 我给大家看一下 对于新人来说 在一个团队里面 怎样才算帮到他 因为这个题目是很有意思的题目 因为很多新人觉得 他进来以后没有学到什么 或者没有觉得有什么帮助 除了上线给他签单的时候 笑脸对他 接下来他 其实需要帮助的到底什么 怎么要让新人感到温暖 怎么让新人感到 是进入一个很好的团队 他要做事业 真的有人帮到他 所以每个人必须做这职业 做功课 所以这功课过 做了以后呢 你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 每一个功课 这红的字 我就像老师一样 每一个功课我都修改 我都跟他们讲 这个文章 我说整篇文章分享的非常棒 举例来说 有听培训 还是什么 我就跟他讲 就是比方说 这个伙伴他写的东西 我都有评分 我都有批改作业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的作业 在礼拜二 或者在群里面 我会做视频 点评 所以他们没人感到 没人偷懒 因为他知道 我不偷懒 我会 对每一个功课 从头看到尾 OK 而且每一个功课 都有讲出我的看法 OK 所以 也就是这样 如果 我为什么刚刚回答David说 如果这个题目让我讲的话 我讲到明天早上 原因就在这里 因为 这一年来 我们做了大量的事情 在网上 包括我自己 包括我们团队的配合 所以这个是 对象变成一个常态 就像你看 每一个作业 红的字都是 都是 都是我的批文 都是我的批改 OK 所以 有些人妈妈户做功课了 他也不好意思了 他就回去 哦 那我好好做 Dennis是盯了这么紧的 Dennis是抓了这么严的 所以 还有一些伙伴 已经觉得 行 严实出高途 他们愿意被我盯着 所以他们在群里面 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就是 赶快去罚站 赶快去罚站 大家就知道 到底哪里不对 OK 所以 你看这么多功课 你看 就光 新人应该怎么感受 如果你是个老人 你要讲 你要怎么去帮助新人 如果你是个新人 你要提出意见 怎么样你觉得 上先生在帮助你 所以这个题目你看 多少 每个人都做 每一个人我都给 OK 所以呢 这个就是 我们在这个应验当中 我们在一直在做的事情 好的 好的 非常感谢大师 但是刚刚开始的时候 有一个细节 我留意到 我觉得这一点 我想跟今天线上的很多伙伴们 一起交流一下 就是我觉得 你开始的第一步 我觉得非常棒 就是在疫情期间 你主动的 就是给你的团队 做了一个表态 对吧 就是你们想做事业的人 一起过来 我们在疫情期间 我们通过网络的方式 我们在一起 通过做作业的形式也好 通过我们辅导的也好 通过 讲出你的故事也是挺好 那么把我们直销的这个基本功 把你的领导力 把你的这个实战能力都往上提高 所以我觉得你的这个姿态 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觉得就是因为有你的姿态 其实去年我也发现了 就是您团队当中 包括上那次您邀请杨俊老师回来 我也上去去凑了个热闹 我发现大家的反响 还是非常的热烈的 我这边我就临时问一个问题 有一个伙伴说 没有大领导来带的 这个小团队自己怎么发展的 我不知道大师你是怎么看 那如果是他这个伙伴如果问我的话 我会跟他说 其实如果你仔细看一下 大师刚才的第二轮的系统培训 其实很多课 其实公司之前都讲过 对吧 就是说万变不离其宗 其实公司周一和周四的培训 也是有很多很好的内容 那就是你听完以后 你不能像听歌一样的 听完就过了 你得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 对吧 该写下来的写下来 该把PPT 我该把PPT改成你自己的 用自己的方式 就是因为每个团队的情况不一样 那其实那包括 丹斯大师当时 他你也是下线 对不对 你也是别人的下线 对吧 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 你也要自己站出来 对不对 所以这个伙伴的问题 我觉得还是蛮有一些代表性的 所以想 但是就是 如果没有大领导来带我 那我这个小团队 我该怎么发展 看到你做这么新 那我好羡慕呀 我好这个呀 对不对 我跟你讲 我不知道他谁 我现在讲话没好好听 要不他晚进来的 如果在我团队里面 我叫他发展 所以我刚刚开始 在讲的时候 你如果没有我这个资本的话 你小团队 你想帮我靠航啊 你以为注意 我再讲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的课是在礼拜二跟礼拜六 跟公司的课冲突吗 不冲突 而且我鼓励 我鼓励 礼拜一跟礼拜四 好好听 而且我还检查 我跟你讲 现在是不能打开 打开的话 我告诉你 你就问我们团队的几个领袖 通常听完公司讲课以后 通常是礼拜四的 David主持着我会 五分钟之内 我的电话就到了 我说你今天听到什么 你学到什么 你去问我 刚刚我赛出几个照片 你包括问Lucy 你包括Luby 你问Sophie 基本上五分钟 到十分钟 Danny's电话就来了 所以这个是我在做 而且你做一个小团队 你可以靠航啊 你可以靠你的大领导啊 如果今天你的大领导 拒绝你的话 他是全世界最大的傻瓜 我不讲名字 但是如果有这种人的话 我希望没有这种人 OK 因为我们双轨 这是挖井吧 你做得越顺越好 你的警察会永远有 有甘甜的泉水喷出来啊 对不对 很多傻的上线 哎呦五千点以后 你去找你自己上线 那是傻子 你看我这个群里面 上面有多少人呢 有一些新进来的人呢 那上面有谁啊 有Grace 有Jason 有洪翔 有李畅 也不知道多少大赚石在上面了 他一个新人在他们下面了 他愿意做 而且认识 认识到我们团队里面了 你来啊 这个是华智博士讲 就我们叫大爱 大爱的鞋子 但你作为一个小团队领袖 你自己想办法靠航啊 还有呢 自己想办法利用公司的这个培训啊 对不对 你哪怕只有三个人 哪怕只有两个人好了 你一个再带一个下线 你一起听 我通常会比方 今天公司礼拜四有培训 这些培训你看 David都很辛苦 我跟你讲他是唯一一个 我见过这个 快二十年在友商那里面 没有一个公司是这样子 在培训的 他是唯一的一个 我就告诉你们 你们要感恩啊 你不要以为这得来很容易 这事情 老实讲也不是他应该做的事情 他完全可以指点江山了 OK 他下来做 那你就利用啊 就利用公司的资源啊 对不对 那我今天做一个比例 比方说你认识你一个邻居 他生意做得很好 他是千万富翁百万富翁 你一天突发奇想 你去敲他的门 哎 这位先生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是怎么成功的 你能不能教教我 你认为如果我是了我先生的话 我拍拍你的肩膀 哎 小伙子 你蛮有三金星的 很不错啊 我们是邻居对不对 好好努力 你会有这一天的 他会告诉你吗 那你说哎 不是不是 请你告诉我 你在哪里找到货源呢 你怎么跟工厂老板砍价呢 然后呢 你哪里找到你的顾客的 你的顾客的 你的利润是什么来的 你认为他会告诉你吗 告诉你是傻子 为什么 制造一个竞争对手 但是在直销里面 特别在有三个双轨式里面 你问到谁 谁都会告诉你 像这种免费的资源 从公司的support到团队的 你自己要找啊 对不对 虽然这是我自己的事业 我们自己要明白 就像 David刚刚讲的 我们进来 我们不是孙悟空啊 孙悟空是石头里面 蹦出来的 我们都是由上线带进来的嘛 所以我们经常讲 我们有两个生日 一个生日是妈妈给的 我们生到的事业上来 另外一个生日 当我们选择参加有三大那一天 我们就要有三大生日了 我觉得这个生日 跟妈妈给你生日是 至少是相等的 对 你好好把握 这是改变你一生的 所以这个不是说 你要看谁的脸色 或怎么样 你自己要去争取 机会是争取来的 对 我非常赞同Dainis的这句话 就是因为可能每个人 可能就像我们不能选择 自己的父母一样 可能当时在很多人加入的时候 可能对于这个事业的潜力 和未来的发展 也不是这么特别的了解 但是这一条路 其实最后是靠自己走出来 对不对 是靠自己走出来的 其实我很喜欢Dainis这个故事 就是你看到别人做得好 或者你看到别人生意做得好 你想去请教 其实你自己做一个有心人 你不断地靠岸 对吧 你刚才说的是靠岸是吧 对吧 其实我觉得很简单的一个例子 就是为什么我只是在 为什么我在海外市场 我可以从新加坡 马来西亚 中国 我可以给大家请到很多的资源 其实就是在留心这些事情 哪个老师讲过的课 我曾经听过 哪个老师在年会的时候 我留意到 我发现他的气质不凡 那我都会留意这些事情 那么可能半年后 一年后那么机缘巧合 我会主动地去联系他 那么很nice地去邀请他 希望他能够在百忙之中 能够抽空 能够给美国市场讲一个课 其实这些老师 他都没有这个义务 他都没有这个义务 来帮我们这个市场 所以我觉得就是 你自己做一个有心人 当你想给自己的团队 和给自己的事业 创造资源的话 我经常跟很多伙伴讲 如果你想学 你在友谈那你学不完的 对你像这个前两天 我记得我参加一个团队的会议 有一伙伴说我想听培训 我说你周一周二听了吗 我说你周一和周四听了吗 他说没听 我说第一步呢 我说你先把公司 周一和周四的听完了以后 真的 对我说如果你觉得 你还学不够的话 我说我跟你说实话 你拿着你的手机电脑 你到YouTube里面 你去搜一搜Yosana 我说然后后来我说 后来我说第二个 我说你手机上 有没有一个软件 叫做喜马拉雅 他说我有 我说你有在喜马拉雅里面 去搜一搜宝英吗 他说没有 我说你现在搜一下 他搜完跟我说 哎呦里面好多 我说你学不完的 我说我就怕你学了以后不做 我一点都不怕你没地方学 我跟你讲我还怕 你学太多 对好的 来 你有三两三 就三两三 不用学了十分 好的 Denis大师 因为时间关系 我赶快进入到 我下面一个想采访你的话题 那么公司从去年 就新推出了 Elevate的提升之旅 上半年是Las Cabos 下半年是迪斯尼 那么今年的目的地 是墨西哥的 就是玛雅文化那一带 那么公司 一直很强调这个旅游 那么很多伙伴 去年也达成了 那么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多伙伴 现在美国市场 就我们的了解 大概可能分 大概两种不同的人群 有的伙伴 是因为疫情期间 考虑到安全的因素 所以他选择 不去参加这个旅游 他选择了 比如说礼品 或者是现金 但是让我蛮surprise 就是美国华人市场 还是也还有满头的伙伴 是这个举着手说 我要去旅游的也有 所以大家每个人的 对于这个疫情的情况 每个人的这个想法不太一样 那么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就发现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就是每个伙伴 对于这个Elevate 这个旅游的重要性 和它的意义有多大 每个伙伴不太一样 那我在请大师 谈谈你的分享之前 我先跟大家谈谈我的理解 我最近的理解 就是我用一个工程师的角色 或者我用一个以前 我学science的角色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眼中的Elevate 到底值多少钱呢 那么有的朋友呢 最近可能选了咖啡机 选了这个泰格豪雅的手表 有的或者拿到了现金 他可能就把这个旅游呢 就等值的认为 这个旅游就值这么多钱 所以我在最近的培训当中呢 我跟很多伙伴讲 我说你千万不要低估这个旅游 给你带来的影响 我给大家算一笔账 现在呢我也来分享一下 我的屏幕好不好 太棒了 来来来 大家稍微等我一下 稍微等我一下 然后我来分享一下我的屏幕 这个差远去了 一千块算什么 真是的 好的 那么这个图表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知道 Elevate的达成呢 是8500分 假设我们David 好吧 我就用我自己的名字 那么我David需要达成的时候呢 我需要8500分的SVP 大家应该能看到 我鼠标的位置 对不对 那么如果我自己直推了 在这半年当中 我直推了8500分 那么我们这里只是一个数学模型 只是一个理想的状态 那么我们把一些变量的因素 把它给去掉 然后可能把标准值设为0 这样方便我们好计算 那么如果我这个8500分 我左边放4250分 右边放4250分 那只要我对碰出来 是不是850美金 对不对 那么如果你在这签的优惠顾客的话 如果拿10%加70%的分数的话 有的时候可能你对碰出来的钱 其实比850还要高 那么这个是850 然后事实上我们Elevate的旅游 公司的预算和待遇 是每对直销商 每一个达成的账户 公司是按照大概1800到2000美金 这个预算来做的 那么旅游的大概是旅游价值 大概是2000美金 那么如果你拿现金的话 你拿不到 大概只能拿到50%到60% 那这里我先给大家算2000 如果你想把它算1000 那也是可以的 那么2000的旅游的待遇 加上850就是2850 那么如果我是一个直销商的话 如果我带团队的话 如果我一定要去Elevate这个旅游的话 那我觉得我绝对不会自己去 对吧 我觉得我还没有这么自私呢 对不对 我一定想方设法 带我的伙伴A和我的伙伴B一起去 那么这两个伙伴 如果要达成Elevate的话 他们也要8500分 对不对 如果那么在这个6个月当中 比如说这个星期 比如说这个星期它200分 下个星期500分 下个星期1000分 这半年累计出来 也是8500分 伙伴B呢 我放在右边 左右两边平衡 也是8500分 那对碰出来 就是1700美金 那1700加上2000 再加850 半年的话呢 就是4550 一年就是91000 那么这是一种 如果呢 我已经做了一段时间 比如说我有一个墙边 我有一个弱边 对吧 如果我这个时候呢 如果我这半年 我就专心致志的 我想做一条边的话呢 我两个伙伴A和伙伴B 都来自我的一个弱边 对吧 可能在你的商务中心 左边或者是右边 那8500加8500的话 那么是17000 在这6个月当中 对吧 陆陆续续 一周一周的进来 然后跟右边碰出来 那就能碰出3400 那这样半年呢 就变成6250 一年呢 就变成12500 所以后来我就发现啊 Elevate的这个旅游呢 你推和不推 你达成表面上看 可能1000块钱 或者是2000块钱 但是这个后面 给你团队带来的影响 是巨大的 你自己就是像刚才大师一样 当你给你的团队 发出一个信号的时候 伙伴们是有反应的 对吧 就是当你是团队的 一个领头羊的时候 或者就像这个群狼的 这个狼的这个首领 在发出一声这个命令的时候 伙伴们是有反馈的 当你能把这个 我还专门讲过 怎么学习这个狼群战术 OK 对 直交就是狼群战术啊 我们就是大家一起来啊 没有干成英雄主义 你这个讲的太对了 对 就是这回事 对 后来我就发现这个旅游表面上看 就是1000 2000 但是这个后面啊 就是如果你这半年 你自己因为这个旅游 你自己不做 你半年一动不动 其实表面上看 刚才我算了什么9000 12000 如果你伙伴你要是 他要是不动的话 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这半年这伙伴的CVP 可能分数是在不断 不断晚下滑的 如果一进一出的话 最后可能都不仅仅是9000 或者是12000这么大 所以这个旅游呢 我呢 就是冒昧的大胆的下一个结论 当然这是一个模型 这是一个就是一个 帮伙伴激励伙伴 设定目标的一方法 Elevate你做不做 一年的收入差距 能够到1万到1万 就是1万到1万5左右了 对不对 大家可以自己看 好的 但是你们团队是怎么推Elevate 或者你怎么看待这个旅游的 我好奇问一下 我跟你讲 万变不离其中 什么叫领袖 领袖就要冲在前面 你就要吃苦带头在前面 否则谁跟你啊 你讲起在直销是领袖 谁理你啊 你又不给他发薪水 你又不开公司 你也没有任何资格命令 就像刚刚David在讲的 他能够请这些亚洲的 这些很好的团队领袖来讲课 都是平时他在那里他的面子 他做的困难也很好 你要给他面子 对不对 所以这个你就应该知 你要知道 人家是背后的辛苦 人家背后的努力 所以一样的呀 你今天你作为领袖 你自己要带头 而且经常我被问到 以前在多少年的这个年会 国际年会上面 只要看到别的团队啊 我们自己团队 平常见不到我的人 那时候都会来问我 Denison到底怎么成功 你怎么快速成长的 对不对 所以我也蛮骄傲的 实际上 新年成长25大 我经常讲这个 因为你今年要比去年多三万分到十万分 跟自己比 不跟别人比 那么第二年又要比今年要多三万分到十万分 第三年又要比这个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子的 我讲个秘密给大家听 所以有一次我在年会上面跟大家分享 我真的要知道秘密吗 我说的秘密就一个 就跟着公司的脚步走 公司有奖励 公司有旅游 你要知道我很早就知道 因为有萨拉的奖励之旅啊 旅游之旅啊 他给的钱不是从我们 像别的直销公司 是从他什么 点数里面扣出来的 我知道有蛮多直销公司 就是他有一个旅游奖 旅游奖有点像我们在公司里面的FMK 就是把你的销售额的部分 留在那个银行里面 然后比方说里面有两千分 那公司再拿两千分来给你match 给你四千分 值多少钱 然后你再去 所以这个是砍你的销售业绩啊 把你的余额拿过去剥削啊 有算了没有 有算了另外拿钱来奖励你 这点你要搞清楚这个事情 另外呢 我先想讲一下 David到底是学工科的 因为这个数字写的非常详细 这个本事我没有 OK 我蛮羡慕的 这个 但是呢 我比较motion 我接着讲这个事情 首先 钱是一回事 当然钱重要 我们要看到钱 钱是数字 冷冰冰的 但是说明问题 就是你要看到很多人 比较理科的人 他比较习惯看这些数字 或者写城市的人 一个一行一行一行 看来有道理 但是呢 我是比较motion的 所以我就讲一件事情 我说 我先讲故事好了 2015年 我们整个团队 我们争取到了一个 有算了的海上之旅 当时整个有算了所有团队 能赢得这个海上之旅的 就是加勒比海 一共有800人 大概700多人 800人不到 所以所有有上海人 都上了船 你知道这个海上之旅 至少在我们团队里面 后来造就了多少领袖 为什么 他那里就碰出火花来了 比方说 我就讲一件事情 因为我蛮早就离开纽约了 所以纽约后来进来 现在我都不认识了 所以我照列 你知道我到哪里都在讲课 所以呢 每天晚上旅游完了以后 就找个地方讲课 但是呢 后来那个Sophie 她就去问Maggie 说Danny是我们大上线的 我跟她不认识 但是我可不去听她讲课 那 Maggie想 行啊行啊 Danny是不是像你这样讲的 人这么小气的 结果她就跑来了 跑来就听了多少天嘛 对不对 还有很多人就是 这个旅游之间 你会碰到 碰到不同的领袖 因为比方说 在你的地区 或者在你的团队里面 你整天听 Danny是讲课听脸烦了吗 你找个地方听听别的领袖 因为旅游是不一样的 我这边讲个歪道理 以前我们都知道 如果今天 你跟女朋友谈了半天 感情没有升温 你就想爸爸 带她出去旅游啊 哎 朝夕相处 你很快感情升温了 方法是一样的 今天如果你带团队到Cancon 你到哪里去 跟着公司脚步走 那你在那边 有一个很好的事情 为什么 你被关起来 平常你在家里面 哪怕听课 哪怕学习 家里面小孩有事啊 爸妈妈有事啊 先生太太有事啊 随时都在骚扰你 你没有办法focus 没有办法集中精力 但是你到了旅游的地方 除了玩之外 就是关在里面培训吧 所以你这个时候脑袋是打开来的 因为你一玩 你高兴嘛 然后又碰到不同的领袖 有新鲜感 你这个本来脑袋是闭起来的 这个莲花 这个莲花 在那个时候 开花了 这个时候 很多东西就学进去了 而且特别有感触 因为为什么 新鲜不一样的领袖 不一样的 碰到不一样的火花 所以这个这是一个 第二个 这个价值是没有办法算的 因为 那个 Davis EBB算给你听 我一成就是三十年四十年了 我经常碰到有人问我 哎呀 这个人赚钱做得很好 他不需要来做友商的 哪怕你给他两千块钱 三千块钱支票给他看 都不比他现在赚的钱的这个 这个多 他说一看不起的事业 我说真的吗 我先问第一件事情 这个人做的事情 他停下来 他还有钱吗 或者被人家炒犹豫了 他还有钱吗 没了 但是友商啊 你停下来 如果你做了三千块钱的话 你至少是 至少是黄金董事吧 不掉 那如果你三十千块钱 一个月的话 这个成多少年 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啊 大家算笔账 安利就是不是六十几年了 对不对 像卢星 像雅芳 像这种公司 都是在做实业的直销公司 都是我们的同行 都是老老实实在做 所以他们都做了这么多年了 友商那是所有这些老老实实 在做实业的直销公司里面 最年轻的一个 我们今天是二八家人啊 我们才28岁啊 那也就是这样 像友商那这样子的公司 他有没有可能再走 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 whatever 不会 但是什么时候不知道 那至少安利先生还在走啊 那友商有没有可能 再走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 那万一你老你做不动了 还可以签一个单子 七十五块钱 传给你小孩 那你这一个 这一今年的收入 你要成多少年啊 这个账你算得过来吗 对不对 所以还有你今天更重要的是你参加旅行 包括我们上线 你自己要带头冲啊 因为你在走的时候 下线才会更好 因为我们这个不是讲是复制的行业吗 如果你老大坐那里都不想动了 那你带什么团队呢 对不对 所以你要扛着旗子往前走 所以为什么我在这个去年 我这个这个这个 有上线的这个角力之旅墨西哥 而且我特 我虽然自己去过 我也在南美都做过生意 我对那个玛雅文化特别钟情 因为这个我觉得他不是有外星人的关系啊 那另外一回事 所以我我特别希望就是跟公司去 所以我跟希腊 我们两个人都qualify 因为什么 我以前我自己有一个黄金董事啊 那个去年我看了一下大师的账户啊 就是上半年下半年啊都完成了 而且还超额完成 我看了对都完成了 而且我相信 那你那你自己要带头 是不是你自己不带头谁要跟你呢 所以你要跟团队里讲清楚 这个奖励自己的意义是多么深远 OK我一路走过来 我我我讲第一次在2000 2006年的时候 那时候有上到有一个奖励 拿100万 那时候有一个有有一个比赛 你可以组12个人的团队 是不是你的团队没关系 你可以把12个人举在一起 可能我的螃蟹是谁谁谁谁谁 你可以把找你相似人在一起 一起来比 但是没有我找到我们自己团队的人 我讲100万吃不吃劫 要不要拿拿 我们就来拼了 OK 这个秘密我今天第一次公开啊 我们团队很多人知道 我今天网上这么多人我第一次公开啊 我告诉你直销啊 我们讲起来是人家上线 我们真的不是 我没有资格指挥任何人 如果比方说 David如果你是我们团队的伙伴 我有资格早上8点打电话 David他要晒屁股了 赶快签过做友善的 你是谁啊 电话就挂掉了 但是如果今天你是个雇员 你跟老板迟到5分钟 那直销里面你交不动人了 但是有一个方法 现在秘密大公开 你让他们全部参加比赛嘛 参加比赛了 这时候你可以改压上架了 你不要跟我们团队丢脸哦 我们要一起去啊 到时候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我可以介绍你谁认识 你向往谁啊 这个这个我带你身面子 我可以介绍给你 可以介绍很多领袖 对不对 那也就是讲呢 这个时候你可以赶他了 而且每个人就大家领称一股神 你自己带头 因为直销并不是说是你 一个人的声音 它是一个集体的带动 所以不管你是大团队小团队 做法都是一样的 但你要知道背后的道理 这一多深远 所以有的时候呢 反而反而这种比较大的道理 我们不要多讲 自己带头实干 下面看着哦 原来是这样子 那我们来我们也来试试看 但是也讲你作为领袖 而且要鼓励他们 我在看着 哎这礼拜随程了 特别那公司也是 公司每个礼拜公布嘛 我就哎你还不是哦 你给我快点啊 对不对 所以这像名人榜一样的 就是考大学 每个看看公布榜单 所以这个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公司的 这个华士博士给钱 我们来做事业 就这么简单的 对 我我结合大声你刚刚讲的 还有我们前几天我们聊天了 我这边突然有一个 小小的一个小火花 我呢编一段话出来 我呢送给大家 然后呢看看大师觉得 我这个总结的对不对 其实Elevate这个旅游呢 半年一次 这半年呢让你去直推 优惠顾客或者是直销商 对吧 作为今天我们线上 很多的有三个事业经营者 我们在直推的时候 其实除了我们其实是为了找 下一个合作伙伴 对不对 我们是为了发掘下一个潜在的 一个钻石 一个二星钻 一个五星钻 对不对 你这个时候脑海当中 你可以想到Bibiana 你可以想到Sam 你可以想到红霞 你可以想到我们美国 阿卫老师 我继续报 因为到时候我报漏了 他们又说我报漏了 Audrey 没有人会怪你了 对 或者Rebecca也好 对吧 那么每半年 你想着去找一个 未来的钻石 未来的新钻 然后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是你的最终的目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公司每半年 给你一个鼓励奖 给你一个安慰奖 对不对 是不是 是 对不对 我跟你讲 你这个提的非常好 OK 这一段真的是做总结非常好 我不是排你马屁啊 我是讲真心话 OK 因为我们讲一件事情 你的团队你不动 对不对 对 你守着这些人 你早晚这些人 会慢慢走掉的 对 种种原因 种种原因 因为什么 吃吃好了 他感觉好了 他不要吃了 或者嫌贵了 或者他生活有变动 收入少了 或者种种种原因 他会慢慢走掉的 那你守的话 就慢慢就守一个 慢慢会干枯的一个景 如果你介绍公司 这个动力 你去 找新血进来 新的这个经销商 新的优惠顾客进来 当你在签新人的时候 那未来的 就像David讲的 这些领袖 就在当中 你不去扩展 你就机会是零 如果你去拓展了 哪怕找进三个人 弄不过其中就有一个 而且我就告诉你 做直销有两种 一种呢 你花精力跟公司 你去把它培养出来 他自己努力 但另外一种啊 就是天然的leader 所以在直销里面有句行话 We always one step away from explode 就是你要踩地雷啊 你不小心一脚踩在Denis头上 但你自己上去冒出来了 你也不需要理管了 因为在人境当中就有这种leader 有的 对不对 或许未必 这个人他自己会抱 可能他在某个场合碰到一个大力的 因为他就进来了吧 大力的点拨几句 他动就行了 你管都不要管 你追都追不上他 我告诉你 对 这个呢就有点 这个呢就有点像他们说的那个翻牌的理论 就是我现在给你一副扑克牌 你知道里面有大王 对吧 那你就翻呗 就是你不停地翻 你翻50张 你翻不到 你可能最后4张就会有 我们很多人才翻10张 翻20张 他就不翻了 或者呢 今年翻一翻 下半年就不翻 对吧 其实你这个扑克牌 只要不停地翻 不停地翻 翻到最后这个大王 对吧 他就会出来 对吧 然后呢 这是好讲啊 Deby 这是很好讲 但是很多人就去做 但是我现在给你理由去做了嘛 你跟着公司奖励做嘛 现在有人另外给你额外的奖励 不是借东风吗 是不是鲁虎天翼 这个时候你再去做的话 你有更好的理由说服自己 你有更好的理由 所有团队一起来 好的 那么大师非常感谢 非常精彩的分享 时间关系呢 我这边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 那最后一个问题呢 可能更实际一点 那么在这个疫情期间呢 我跟很多伙伴也交流了 像在去年上半年下半年 跟很多伙伴打一些 打了一些电话 不好意思 那么其中有一个蛮常见的问题 就是很多伙伴呢 说在疫情期间啊 我见不着人了 对吧 我见不着人 那网上呢 我也在尝试 但是尝试的效果呢 又不是很明显 那 那么大师我想问一下 你有没有什么秘诀 或者你有没有什么建议 给到我们的伙伴 让大家呢 不管是在现在的这个面对面 这个未来的面对面的交流 还是现在这个线上网上的交流 怎么能够让伙伴 更加积极的行动和分享 因为从去年看呢 我们的学习也是蛮多的 公司一周有两个培训 对不对 然后各个团队 像您的团队 自己也有很多的培训 小团队大团队 那怎么样能够把学跟这个做 能够更好的结合起来 克服掉一些 现在因为疫情的原因 一些客观的一些困难 或者临时的一些障碍呢 这是我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 希望得到您的这个见解和分享 谢谢 在我们团队培训里面 经常听到我一句话 又拿根针来扎我们屁股 又拿根扎的屁股 然后他跳起来 最后跳到房顶上 OK啊 开玩笑 首先我们搞清楚一件事情 我们就算没有疫情 我们就算不在网上 你自己出去面对面找 那倒是很多人 你一讲就牵进来了吗 也不是啊 对不对 所以凭什么你上了网 你就一定能马上见人了 那更不太容易 但是就我说 这个过去一年过来的 我在观察跟了解的状况 至少在我们团队里面 第一个还是一样 你警惕公司啊 我们有很多群啊 每个人都自己组的 什么群呢 比方说我们有老师 在那里做瑜伽 或者做瘦身跳舞 你自己组个群啊 然后跟着这个老师 你把这个老师吹捧一番 你周围的朋友 就一大堆的那个女生太太 都在这个群里面了 然后在群里面 大家一起在跳舞的过程当中 又不要收钱 每天早上在家里面 他们也没事 运动运动 对不对 你在里面你就可以撒磨了 撒磨撒磨撒磨 你就看看哪些人比较积极的 哪些人跟你比较投缘的 那就跟他私下私聊了嘛 对不对 就把线上就变成线下了嘛 OK 实际上有蛮多 比方说像我们这一团队 像卢西团队他们在做的 就是做这个 因为他是美燕 就是我们的 Coloveve的这个代理 所以他团队里有美容师 还有好几个美容师 很专业的 教他们怎么使用 所以你可以呼捧引判啊 一大堆人在网上 他做给他们看啊 每个人在家里 今天讲课啊 把那个有三大会员都放好 大家跟着一起做 那这个你就会找很多的这个这个 这个胡同领办 不一定是有三大会员呢 那你这个时候就有机会 就把你的这个 我们叫warm up嘛 这第一步就可以做到了 然后一样 大家有美容的 有共同需求的 或者这个呢 再进一步讲解一下 我们的产品到底 因为像卢旭老师 他们一面做一面都会在讲 所以他们讲 哦 到底怎么样 有的人有好奇心 就问啊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啊 所以呢 像这种就是跟公司结合 跟自己的特长结合 然后呢 可以在网上 就是可以照料 比方说 呃 我随便举个例子好了 像像卢旭他们团队 就在因为做这SPA 就是认识很多新朋友 牵进来 那比方说 亲 他就是跳舞 那跳舞呢 那跳舞群里面 找到在洛杉矶的 在哪里 他没有关系的 就是在这个群里面 沙漠进来的 哎 还真踩到地雷了 还真踩到 一个七岁的老太太 你讲什么都 哦 行 白经理号员 我马上做 我给你怎么样 也就这样 这个美梦成真啊 所以但是讲 哎呦 嗯 对 丹丽丝讲的有道理 我说我也不是啊 因为今天我们是没有办法 我们在网上 那你只能用现有的 把它用到极致嘛 而并不是蓝散的 你什么都不做 所以你只要做 一定会有效果 在有刹那里面 你只要做 是不会没有效果的 为什么 因为如果传统行业 你只要做 未必有效果 因为你客人客流量不够 现金流不够 你房租水电 原物的钱 又倒电出去的 在有三点没有啊 你做啊 你做只有增加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 我觉得大家可以在这方面 录录老金的 好的 行 那非常感谢大师 那现在已经超了 我们十分钟的时间 我相信呢 大家听这个 Dennis的分享呢 总有一个感觉 就是一方面听得很过瘾 另外一方面觉得听不够啊 每次都听不够 聊不够 时间呢 很快的就过掉了 对 底下有伙伴已经说了 这个没有听够 那没有听够呢 那你就多靠岸 对吧 就是多往那边靠 找资源 有三大大家庭都是资源 对吧 就有机会的话呢 旅游也好 对吧 旅游也是给你创造 扩展你人脉的这个资源 你不去旅游 然后呢 你又想靠 Dennis这个大船 那怎么靠呢 你只有在旅游的时候 才能靠得上 对不对 开个玩笑啊 其实呢 最后呢 其实归根到底 还是靠我们每个人自己 上线团队 把我们带到一座金山面前 告诉你 这座山上面有一个金子 有一个金矿 你得一勺 你一场 你得去挖呀 你不能 Dennis打断你一下 我带了金矿 我自己在挖 我会说我挖不完呢 我介绍你一起挖 我背的 我挖的是我的 你想把挖的 挖你自己的 但是我会教你怎么挖 对 我看着你怎么挖 然后我也跟着你自己 一起挖 对不对 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 今天的聆听 那么也希望大家 多多关注 我们周一和周四的培训 像这个大师讲了 他把他自己的秘诀 都分享出来了 跟着公司走 平时可能 像我们团队之间 没有人 谁可以命令谁 但是呢 可能公司的一个旅游公司 一个竞赛 你能帮伙伴设定这个目标 对不对 对吧 为什么不去利用呢 对不对 然后呢 领导人呢 自己做一个榜样 对吧 你的态度 你的状态 就决定了你整个团队的一个状态和态度 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 非常感谢大家的今天的聆听 那么呢 祝大家这个新年快乐 我们2021年牛年大吉身体健康 希望这场疫情早早过去 我们可以在下一次公司的活动当中呢 不仅仅可以听到大使讲课 听到某某新传讲课 也可以 我们可以面对面的交流 好吗 好 祝大家晚安 拜拜 年会年会 国际年会 希望国际年会